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权益的组织 那么阿珊也是组织里的干将 算是 那个组织里面唯一的员工 他一天 唯一的 你这组织就一个人 也没有 我们只有四个员工 很小的组织 别人很多女孩子以为我们 是全18区香港都有办公室 其实我们都没有 有以为是一个很大的组织 没有我们只有几个人 是吗 是很小的很小的机构 但是我觉得好像全港的性工作者 都依靠你们是 没有因为 为什么我说老朋友了 他们组织很好玩 我真的还以为你是一个 其他都是兼职 不是 原来有四个 然后他们能量很大 他们除了做维权 就替性工作者 或者说一般传统 一直说是纪律 OK 来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 权益以外 他们也参与不同类型的 社会运动 所以我们在很多不同的社会运动的场合来碰到 所以他们那个能量很大的 你刚才讲这个妓女 我就想起咱们今天请阿珊 吴亚珊 请阿珊来 是有一个背景的 这个背景是出在我们大陆 我们公安部 最近是又引起注意了这个问题 因为公安部上个月底就下了一个通知 会同很多部门 包括全国互联 我觉得你们就像是香港性工作者的妇联组织 是吧 我们不懂妇联 反正是最近中国公安部就说 要尊重这个卖淫妇女 他们的人身权 健康权 隐私权 要做好信息保密 尤其不能辱骂 不能游街 不能什么 要尊重他们的权利 而且公安部一个领导还讲了 说叫卖淫妇女也是不带尊重 我建议就叫失足妇女好了 对吧 所以要讲这个话题 我们必须一开头得说 不但这个国情有不同 虚情也有不同 像在大陆 我们现在说不叫妓女 不叫卖淫妇女 叫失足妇女 这已经是时代进步了 但是在香港 好像政治正确的名称是 要叫性工作者 但是这个词里边 是不是暗含着一种 就是说干这活是非罪 所以我想首先知道一下 你们这个组织香港政府支持吗 香港政府从来不支持 你知道我们 过了十几年 要想要申请作为一个慈善团体 慈善团体就是我可以募款 在香港 别人捐钱给我们也可以退税 可是我们怎么申请 政府也拒绝 原因很明确就是 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 他不喜欢 另外就是觉得我们的做法 不喜欢 因为我们是维权 维护他们的权益 看来这个中国人的政府 他还是不喜欢买音嫖娼这个事 对吧 这个你像我做媒体的 我就这些年我就感觉到 我们媒体有专门管政策的人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从来就搞得我很糊涂 因为我过去就是顺着刘俗这么讲 一讲讲妓女 后来他们讲你不能讲妓女 为什么呢 你在媒体上讲妓女这个词 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是认为可以有妓女的 而我们是不能的 所以你我说他叫什么呢 他叫暗昌 暗昌就说明他是非法地下 对 但是后来你看一般大陆媒体的报道就是卖银女 可我想卖银女你不也等于说是说这有卖银吗 所以现在你看公安部的态度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打击卖银嫖娼 还是要扫黄 可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注意这些失足妇女 我们现在叫挽救教育 你们挽救教育他们吗 不会 我觉得本来本来这个这个名字 失足妇女已经很歧视了 因为你暗昂里面可能已经觉得他们是很堕落 你要救他或怎么样 只能一个很清楚的立场就觉得 这个是一份工作 他是专业人员来的 这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专业人员 当然是马博士喜欢这个专业 但是作为一个一个中国人社会啊 我就这么想 首先我就从你本人来说啊 不要说男的对于这个性工作者有偏见 我身边我见到很多女的尤其瞧不起 就是说觉得再怎么治愈 我也不至于去卖银 我就觉得你这个小女孩 你你是因为什么干这个工作呢 你这样说好像他是做卖银的一样 他不是他是维权呢 非常非常高贵的工作 我指的就是说你为什么愿意去做 当初愿意做这个工作呢 我也觉得没有愿意 不是机缘巧合我就进入这个NGO里面做 而且这个问题啊 很多我们去探访 我也怎么讲 他们很喜欢都问我 你讲到新工作那么好那么重要 你干嘛为什么不做呢 我觉得就是你看哈 咱们现在往往一般能理解的 就是说这个事啊不是个好事 但是呢我们也要逐渐的走向文明和人权 给他们尊重 而且是理解他们很不容易 有几个女人是自觉自愿 以此为乐 就她不是因为有什么压力 真的就愿意干这个 我觉得我认识很多女孩子 因为我们是没有机会听他们讲 只是很多女孩子做的是很开心的 没有理啊 三个你说你这样我觉得里面还可以去讨论 你说做了一个工作很开心是说 跟什么工作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比方说我也看过很多你们的研究跟调查 很多女孩子是这样说的 你与其叫我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比方说清洁女工 或者说其他的更比较劳动的工作 我一来根本找不到那些工作 二来找到了不管整个工作状况 我的收入都是很糟糕的 而且工作过程里面也经常被男上司来性骚扰性侵犯来迫害 有冤无路数 所以相对来说他就觉得说做这个性工作可以比较快乐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说法 还有就是我要请你解释 我一直也弄不清楚香港政府的法律 对于这个卖银这个事到底是怎么样 一会又说是说不能在街上卖 对吧 但是要一楼一缝 在自己屋里似乎是可以 可是我有时候又经常见到警察去抓这个一楼一缝 他这个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 对香港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法律 他没有云文说不是违法 也没有说你合法 他都是让你卖的一方跟买的一方都没有违法的 其实是可以 可是他用很多的法律去规管你怎么卖 就是一楼一缝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就可以 两个就违法 如果你要做全身按摩 现在有个按摩的牌照的规定 如果你要按这里 这个脖子跟膝盖上面 因为有性器官要规管 你就要拿一个很贵很贵差不多一百万 要经过很多不同的部门去审批的一个牌照 才能碰这里 要不然你就能碰头跟脚 而且很多就是如果我开一个店 如果租给我的那个业主就违法 其实我自己租都没有我违法 可是业主就违法 那你这样我怎么去租一个地方去开我的店呢 这是很奇怪的 法律背后有它的原则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原则 它不给你主动 所以你不能到路上去拉客 它是说你诱惑别人做不到德行为 是有这个罪 它不要主动 你要有客人有需要来找你 你是被动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为什么不准一个以上的人疫情来呢 他怕背后被人家操纵 因为你自己来自带生产工具 能够处理 假如你有两个三个四个 背后就有一个黑社会什么团体来操弄 这样就对整个公众安全构成威胁 它整个原则是这样 所以留一个空间给你 所以香港法律的原则就是往这个方向来进行 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来讲说这个漫淫飘昌啊 就最早在古代的神女啊 这就是就是说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嘛 对吧 但是到现在似乎是这个不管你灭还是不灭 它都事实上存在对吧 各个国家各个文化态度都不一样 你为什么就这样就是支持呢 我觉得是这个背后为什么觉得这个是工作呢 是因为你也是女的 你不觉得这个这个姐姐妹妹们很委屈吗 很受摧残吗 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受摧残 根本跟那个本身那个新工作没有关系 是看你的政策 你的执法者 有没有精能力去保护这些女孩子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危险 是因为比如说香港 是因为很多时候姐妹报警 那个警察根本看到她做这一行已经不理她 最简单就是有时候姐妹被强暴 或者是她做的时候故意脱下安全套 去跟警察讲 警察可以说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你是做这一行的 怎么可能要常见发生 就不受理 是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用 你那个地方的政府 有没有尽力去保障这些人的安全呢 所以阿珊的说法基本上是说 他本来这个工作可以不那么委屈的 比方说你可以被保护 甚至可以立法保障你的最低工资的 种种的假如我们往这一步走 甚至可以有专业的训练 公共卫生的 个人卫生的处理等等 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比较平等 比较能够被人家选择的工作 我看他们组织就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而且我看嘉辉也可以加入他们这个组织了 今天嘉辉还专门给我们拿来一份材料 我给大家留个悬念 广告之后给大家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为了谈这个话题 嘉辉博士把多年的这个珍藏收藏拿出来了 我的幸活就幸生活 这是幸工作者自己出的 他们这个自己拍自己的一个摄影集 我想嘉辉博士也可能是某一次交易对方的礼物 这是我们的论文题材之一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他这个幸工作者自己拍自己 他说每天都把自己装扮成这样 有些这个香港的房子是非常小的 你看看他这个床是非常的小 他希望快点挣多点钱 不用再做这一行 你看他也有他这种心声 这位说我从来不会欺骗客人 他还是诚信代客 这位说这个是为了照顾自己家人 还有的表现出一种 咱就不具体说了 我认为还有的表现出一种敬业乐业的态度 我倒是觉得这个书最后 你看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说 这不仅是一本影集 这是一次社会行动 香港一位嘉宾叫施永青说 从这本书的照片和解说可以看到 性工作者也是人 他们一样有爱有恨有期望有挣扎 过着跟我们差不多的精神生活 希望社会给他们跟普通人一样的求生权利 不应该把歧视他们当作理所当然 施永青这段话有点奇怪 是不是是说看了这个书才知道他们是人 不然不知道以为还做人受教 当然是人嘛 你跟他们就面对面有过很多接触 有没有给你印象很深刻的人或者是故事 我觉得就是最深刻的就是刚刚讲的 有一个女孩子真的当着我的面 跟我说她做这个行业真的很享受 她是享受跟不同的客人 她可以接触他们跟他们聊天 我这个是对我冲击非常大 因为比如说我来紫城之前 我以为跟很多人一样 他们一定是很不开心或怎么样 或者是受了很多压迫她很想离开这个行业 非常多警察滥权的遇到的是非常多 现在我了解到的一些人的态度 我举个例子 有一些人你就问他对同性恋 好比说同性恋 他会说他说我对同性恋都能接受 就是说当然都是平等的 他说但是我看不惯的就是说 你也不值当的把你当成风头很近 是吧你上街游行 你整天就是说你还显拍 他说你这我就甚至说你要结婚 你要生孩子 你要他觉得这个就有点过了 那么同样也有人说 说这个卖淫嫖娼 这个现象我们也知道 这些妇女们是值得同情的 对吧 我们也应该尊重她的这个权利 对吧 她认识到这个程度 但是呢 她也说我也见不得就是说 你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你这个还成了个光荣的 那里面还是不一样 像同性恋 我觉得假如是同性恋者 我个人是觉得说可以啊 我可以上街游行 可以争取结婚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工作是说 我说不要美化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把它放回去 整个经济结构来看 女性是吃亏 在经济能量上面吃亏 有时候不是她很想去选择 她也是被迫去选择这个工作 我觉得是最 不要讲那么大 就是很简单 是不是我们相信 我们的身体有主导权 我是不是能 自己选择我跟谁上场 我怎么利用我的身体 就是现在 是不是相信这个 这个女孩子就觉得 如果是我的身体 我不是去抢劫啊 我而是逼我的客人来找我 她就觉得 我就是这样 很专业的服务我的客人 她给钱我就用专业的服务给她 她就是相信这个 哎呦 你这种这个价值观呢 那是这个相当李银河的 就是我拿李银河是个代称了 就是说西方学术的比较前沿 现在对于人的价值啊 是有这样的一种 这个感觉是 咱们觉得这是比较文明 还是比较前卫 就是说人对自己的身体 有主宰的权利 我愿意拿她谋生 愿意选择跟谁发生什么关系 这完全是我的人权范围内的东西 这是一种相当前卫的一种人权理论 可是在西方啊 就这个问题来说 还有很多要争议的地方 比方说我举个例 全世界的法律 不容许一个人因为金钱 去出卖他的器官的 因为假如你推到极端的话 我可以说身体是我的嘛 对不对 我有主导权嘛 我可以收你一百块跟你上床 我来决定你别管我 OK 那同样的逻辑 我能不能身体是我的 请你给我五百块 我把我的肾卖给你 然后你给我一万块 我把我心脏卖给你 你不要来管我 全世界都有法律阻止这个了 不可以的 它可能基于宗教的理由 道德的理由 公众安全的理由 或者是引发犯罪的理由 所以说他有一些不同的领域 还在争论之中 不是一句说我的身体 我的主权你不能管 我觉得说这个也 假如这样说也有点简单 我们还是要把性工作放回去 不是 就是说我说你们这个 去接触他们这些妇女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到很多人 真的是觉得谋生艰难吗 就盼着早点能脱离这个航大 我觉得这个也有很大一个部分吧 挣够了钱 我觉得是你这样讲也很简单 因为说他们赚够钱去转别的行业 你能短时间之内几年 你能赚到多少 一百万两百万 现在你要退休不工作 你要赚多少才够 在香港 就是另外一个 因为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常常别人就叫他们去转行 天哪 你有什么行给他转 现在是个大学生出来 也找不到工作 没错 隔行如隔山 一个人一辈子 精通一件事 就很难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我是主持人 就我必须平衡 其实我对性工作 这姐妹也不好说 是吧 我就是说 我代表就很多人 有什么道学家 他会觉得这个行业 你要是这么要给他权利的话 会不会叫伤风败俗 中国人社会往往担心这事 我觉得又是 另外一个假设就是 你把它弄成很多法律保护 就会所有的人都跑去做 别人很担心 我就觉得 就是说你即便鼓励全国妇女 去做幸福事 根本就不会去做 伤风败 我觉得没有 因为他们当成这个 是一个工作 很多人在想法里面就觉得 你让他当 他就会抢别人的老公 他就会勾引别人来 对不起 很多女孩子就说 我没有时间去勾引你的老公 没错 客人太多了 对了 我为什么要勾引他 我自己也有男朋友跟家庭 我为什么要勾你的 他的男朋友怎么想 有些 他们不能讲给男朋友 跟家庭听的 有些不可以 有些就知道 因为是 就算我真的想要告诉你 有时候不是姐妹不想讲 因为他就想象得到 你跟你老公讲 他根本就是立刻就把你赶走了 跟你离婚 你没有那个空间 让他坦白出来 你们感觉应该呼吁老公宽容一点 允许老婆去 以此为乐 对吗 没有 因为妇女 他们姐妹 为什么要做那么辛苦 也是要改善生活 也是要互相 老公嘛 应该能够心灵是吗 对他要改善生活嘛 所以就有人说 只要你改善了妇女的 在其他方面的工作环境 就根本不需要性工作 作为一个选择嘛 所以有人是在其他方面来努力 可是话说回来的三啊 文涛啊 我对于性工作者 香港叫一楼一凤啊 很有感情的 不平常去嘛 不是常去 我就住在他们隔壁 小时候 我小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我十五岁那一年 我住在香港一个卸区 叫湾仔 很穷的草根的卸区嘛 我住在那边 一个大厦 一个电梯 只有两个 一号房跟二号房 我住一号房 二号房这是一楼一凤 从早到晚 就有人上来按门铃 然后按错我家的 然后我就打开门这样这样 然后所以这种感觉很微妙 我还记得有一天 我冬天啊 我出门去吃宵夜 取五岁 然后刚好二号那个姐姐也出来 就看着我 还拍下我的头 我大眼睛嘛 鲜眼仔 我那个今天没有生意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没有生意怎么办 我没钱啊 不能来帮她